好,在看完了单词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十三课的课文。 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After her husband had gone to work, Mr. Richards sent her children to school and went upstairs to her bedroom. 在她的老公上班去之后, 李查兹夫人呢,把孩子打发去上学, 去去去,上学去,然后上楼,到了她自己的卧室。 这个先叙述这个大致的时间背景。 这个老公上班之后,这句话没什么说的, 注意后面,Mr. Richards sent her children to school, 打发孩子去学校。 这个send表示打发或者派遣某人去某个地方, 或者打发派遣某人去做某事,这个都行。 注意呢,这个去某个地方呢, 这个后面加借词to,本文中to school是借词to。 如果打发某人去做某事呢, 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就是to do, 这两个to不一样,咱们别把它弄混了, 把它弄清楚。 咱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我打发这个孩子去上学。 I send the boy to school,去去去上学去, 注意,to school不要用to the school, 因为这个school这个名词表达它的功能的时候, 前面是不能加贯词的, 去上学叫go to school, 也不加的, 如果go to the school是到学校那去, 就不一定上学去,可能办事去了。 那么同样, I send the boy to bed, 这怎么办呢? 我打发孩子快点睡觉, 去去去去去, 天太晚了,去睡觉去, 不能说to the bed, 因为床铺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 一定前面没有贯词, 如果to the bed, 可能打发孩子到床那去, 可能帮我拿东西去了, 去睡觉是不能加贯词的。 同样的, 我们如果做某事, 加to do就好了, 比如说, 我打发孩子去买点啤酒去, 加来来客人了, I send the boy to buy some beer, 注意send, 是send, 一般过去词, 不会做动词, 打发孩子买啤酒, 都加to, 但一个是借词, 一个是不定词, 这个区分开, 生活中有一个词, 几乎跟它完全一样, 就是可以看它一体字了, 搭配含义, 都一样, 就是这个重要的动词, 我们大声来变, dispatch, 注意这个p, 要浊化, 不是dispatch, 也是指打发或者派遣, 如果是去某地, 加接受to, 如果去做某事, 加动词不定词to do, 就好了, 咱看一些简单例子, 这个当然比send, 这个动词要正式的多了, 比如说, an ambulance was immediately dispatched, to the area, 一辆救护车, 立即被派往该地区, 派遣, 这个to是借词, 到这个地方去了, 去做某事, 加不定词, 比如说, the government dispatched, 150 police, to restore order, 政府派了150名警察, 去恢复秩序, 这个restore, 在这是动词, 动词不定是to do, 用的是对的, 另外怎么注意please, 这个词, 跟people一样, 它本身是负数, 我们不可以说one police, 我们可以说one policeman, 但就可以说two police, 因为它本身是负数, 就不能再加s, 那么这个dispatch跟send可以同时寄, 打发或者派遣某人去某地, 这个dispatch要更加装重一些, 那么让某人去某个地方, 还有好多类似搭配, 咱们多看几个, 这个词也是把某人派到某个地方, 但这个词一般多表示, 公司的岗位的调动, 调到某个分公司了, 由这个部门调到那个部门的工作调动, 用这个大声来变, transfer, transfer, 但是这个词有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银行里的转账, 也能用它, 咱们后面会讲到, 在这儿表示工作调动, 没问题, 比如说, he was transferred from marketing to sale, 他的工作, 由市场部门调到了销售部门了, 由做市场的, 他调到去推销东西了, 从这儿调到那个地方, 也是transfer, 中毒了避音节, 所以双血R加1D, 是被从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也是把某人派到某个地方去, 但是这个就在强制性的了, 我们用这个动词, 用运输这个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transport, 这个词本来表示运输的意思, transportation, 就是交通, 把人当货物这么用, 恐怕就是不好的意思了, 所以transport这个词, 一般翻译成流放, 把某人流放到某个地方去, 充军发配, 这人是贼配军, 我们看例子, he was transported to Siberia for life, 这我复习了, siberia, 就西伯利亚, 这个猜也能猜到, 天气报里常常说, 西伯利亚有寒流, 那我们大家, 我们刚刚讲过, 什么就是for life, for life, 我们在前面课中讲过, 第九课说, for life可以表示余生, 后半生, 相当于for the rest of one's life, 那猫中期一生, 对人很怀疑, 叫all their lives, 或者是throughout one's life, 在这余生, 但中国人不管那套, 都翻译着中生, 它被中生流放到西伯利亚, 但其实应该是余生, 后半生, 这个地方是对的, 好, 再回到剧中, 这个李察兹夫人, 打破孩子去上学, 然后, and went upstairs to her bedroom, 走上楼去, 到了她的卧室里面去, 这个我们看在一个别墅里的房子,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房间, 这些大多数房间, 在他们新概念体系里面, 几乎都出现了, 咱们先看看有哪些房间, 刚一进门的时候, 往往我们先进的是门厅, 门厅, 我们先大声来读下这词, 后, 后, 这是门厅, 或者翻译着衣帽厅, 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厅, 刚进门, 我们有一个平面, 一个座子, 能坐在那儿换鞋, 能挂衣服, 这个小门厅, 衣帽间, 叫做后, 这是家里的这个房间, 那么再往里面走, 可能有客厅, 大的客厅或起居室, 这个好几个词都表示类似的含义, 我们大声读下,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或者, City room, City room, 或者, 这个词稍微冷屁一些, 这个段语多表达, 私人大宅子里非常豪华的客厅, 有好几米高, 便利特别大的, 但也是家里的客厅, 一般是大宅子里面的客厅, 再来面, Jiving room, Jiving room, 也是表示客厅, 这是客厅, 还有呢, 我们可以看了, 这个餐厅, 在本课中就出现了, 吃饭的地方, 有个大餐桌, 有什么顶灯等等等等, 我们大声读下, Dining room, Dining room, 注意发音, 不要动作Dining room, 那就死在那儿了, 这是吃饭的Dine, Dine是用膳, 这么一个词, 我们再来面, Dining room, 还有跟餐厅连着的, 往往就是厨房了, 我们再来面, Kitchen, Kitchen, 厨房, 还有我们这个浴室, 洗澡的地方, 上厕所的地方, 我们读一下, Bathroom, Bathroom, 家里面这个厕所, 不要用toilet, 一般叫bathroom就好了, 还有呢, 你看我们有个客房, 往往家里呢, 特别是比较大的房子, 有专门一间卧室, 平时不住人, 留给客人住的, 我们再读一下, Gasroom, Gasroom, 叫客房, 给客人留的一间卧室, 还有就书房, 家里的书房, 直接用steady, 当名词来用, 再来面, steady, steady, 这叫书房, 还有就卧室, 我们大声读一下, Bedroom, Bedroom, 就卧室, 还有一主卧室, 就是最大的爸爸妈妈住的大卧室, 我们都读一下, 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主卧室, 还有呢, 储藏间, 储藏室, 我们大声来一遍, steady, steady, 我们看这个书单词里面就出现大了, 还有那些更小的, 你像阁楼, 顶楼, 可以用它, 大声来一遍, atic, atic, 还有它的同一词, loft, loft, 这阁楼, 一般在别墅的顶层, 上面的屋顶是倾斜的, 这个阁楼, 还有呢, 就是地下室, 地下室或地窖, 这边有两个词, 含义还是有点区别, 先读第一个, basement, basement, 这个basement用途比较广泛, 而且这basement一般是指可以住人的地下室, 但后面这个词, 咱一般翻成地窖, 这不能住人, 只能是存着煤, 酒, 地窖, 打成了没, seller, seller, basement是可以住人的, 而seller一般是地窖, 还有呢, 最后一个, 就是阳台或者露台, 我们打成了没, balcony, balcony, 这是在屋里的, 在家里的, 一些房间, 咱们顺便可以把它放在一块, 同时记住, 在新站店里面, 大多数都出现了, 你比如说, 我们看本文在62页的第九行, 在本文62页的第九行, 出现的是, Just as Miss Richard was entering the dining room, there was a knock on the front door, 正当理查兹太太进餐厅的时候, dining room, 叫餐厅, 有人敲门, 当当当有人敲门, 这是, 还有呢, 我们看在本文中, 62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62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你看他这么说, she had told him to come straight in, if ever she failed to open the door, and to have, to leave the bread on the kitchen table, 他曾经跟着男的说过, 如果不能开门的话, 你直接进来, 并且把这个面包呢, 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就好了, 厨房, 咱们看到这种kitchen, kitchen, 注意这个t, 中间这个t是不发音的, 好, 还有, 我们看在本文中下一句, 就是62页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62页第十一行到第十二行, 又出现这个除藏室, Not wanting to frighten the poor man, Mr. Richards quickly hit in a small storm under the stairs, 因为不想呢, 去吓唬这个可怜的家伙, 李查兹夫人很快地藏到了, 这楼梯下面的小的除藏室里面, Storm, 就除藏室, 可以用它, 咱们举一反三再看, 再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23课里面, 23课里面, 就是114页第十六行到第十七行, 114页的十六到第十七行, 这句话说, I left the bag in the hall, and Robert and I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where we talked for a couple of hours, 我把这个袋子放到了小门厅里面, 然后罗伯特和我呢, 就走进了起居室客厅, 在那儿我们谈了两个钟头左右, 这个小门厅衣帽厅, 叫Hall, 把带子挂在那儿, 衣服挂在那儿, 鞋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起居室客厅, 叫living room, 你看这一句话中, 两个房间都出现了, 就23课, 这个各有所爱这棵树, 还有我们再看24课, 118页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118页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他说, George showed me to the guest room, which he said was rarely used, 乔治说是领着, 领着我到了这个客房里边, 然后他说这个客房很少有人使用, 这个guest room叫给客人准备的一个卧室, 平时是不住人的, 叫客房guest room, 就这么来说, 还有呢, 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十二课, 236页的第一行到第二行, 236页第一行到第二行, 第五十二课里面, My cousin Harry keeps a large curiously shaped bottle on permanent display in his study, 我的表兄叫Harry, 他呢, 一直呢, 保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奇形怪状的这么一个瓶子, 他永远都陈列在他的书房里边, 这个study在这, 不许是他的学习了, 他的书房叫study, 你看, 52页也出现了, 这也是家里的一个房间, 还有呢,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十八课, 二百六十页的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二百六十页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就是一点小麻烦这个书, looking into the drawing room, she saw a scene of confusion over by her writing desk, 他往他的客厅里面看了一看, 他发现在他的写字台旁边, 还是一团混乱的一番景象, 就来了贼了, 把屋里东西叨得烂七八糟, 这个大宅子里的这个客厅就join room, 起居室大客厅, 也空大, 这个五十八课有, 同样我们再看五十八课, 第二十二行到二十三行, 还是二百六十页, 二百六十页到二十二行到二十四行, 二十二行到二十四行, 咱们看这句话, The inspector began to look for fingerprints, while the constable checked that the front door locks had not been forced, thereby proving that the burglars had either used skeleton keys or entered over the balcony, 出现 balcony的, 这位inspector就是巡官, 是警察的一种, 这位巡官开始来找指纹, 而这个同时, 这位constable就普通的警察了, constable就是policeman, 而这个警察检查了一下, 看到这个大门的锁, 并没有被强制地把它撬开, 因此可以证明了, 这个贼, 这个burglar, 就两场君子这个贼了, 那么要么是使用万能钥匙, Skeleton keys, 要么是从阳台翻进来的, 你看阳台, 就balcony可以用它, 咱们再看, 还是第58课, 往上看, 58课的第12行到第14行, 58课的第12行到第14行, 260页, 12行到第14行, Her first impulse was to go around all the rooms looking for the thieves, but then she decided that at her age, it might be more prudent to have someone with her, so he went to fetch the porter from his basement, 这个老太太的第一反应, 看家里被盗了的, 第一反应是到处每个房间转一转, 找这个贼, 但是然后呢, 他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他认为在他这个年纪, 最好呢, 是有别人跟他陪在一块, 这个更审慎一些, prudent, 我说那碰的贼打不过呀, 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就来把这个什么porter, 这个脚夫, 或者这个门房都行了, 在这儿是门房的, 就是看门人, 从地下室给找出来了, 你看basement, 叫地下室, 但这个地下室是可以住人的, 这个门房, 看门人就住在地下室里面, 那么还有我们再看49课最后一句, 另外一个, 这叫地窖, 224页第31行到第32行, 224页第31到32行, they have mysteriously found a way there from the wine cellar, 这个咱们以前讲find one's way, 讲过这个的, 他们就是酒瓶子, 神秘兮兮的, 从酒窖里边就到了那个地方了, 从这个酒窖叫wine cellar, 这个cellar表示地窖, 一般是放煤,放酒的这个仓库, 那我们再读一下, cellar, 这是地下室, 但一般是地窖, 而不是这个能住人的地下室,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特殊的房间, 264页第5行到第7行, 第59课, 264页第5行到第7行, they leave unwanted objects in drawers, covers and attics for years,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may one day need just those very things, 他们把不想的东西放在了出地里边, 壁橱里边, 还有阁楼里边, 一放就是很多年, 他们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 正会用上这些平时放起来的东西, 闲了是忙了用呗, 阁楼叫atic, 跟那个loft是可以替换的, 你看这是各种房间, 亚历山大在散落在各个课文中, 我们把它集合到一块就行了, 就像我们在沙滩上一个赶海的孩子, 把一些美丽的贝壳放在一块做总结, 这就好记了, 好, 看第二句话, 他说, 他为什么他到这个去卧室呢, she was too excited to do any housework that morning, for any evening she would be able to fancy dress party with her husband, 这个女人那天实在是太兴奋了, 而不能干任何家务活, 为什么呢, 因为在晚上他即将跟老公去参加一个化妆晚会, 心中很兴奋干不了家务活, 首先咱们看个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主句, 这里面主干里面用to do这个结构, 太怎么样而不会怎么样,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兴奋了, 这个to do里藏着个否定叫而不怎么样, 而不能干任何家务活, 为什么呢, 这个逗号for还是我们以前说的, for引导的原因创意从句, 放在主句后面用逗号跟主句分开, 因为在晚上他即将跟老公去参加个fancy dress party, 咱们一会说, 参加一个化妆晚会就好了, 好, 咱们看看里边的一些细节, 首先看这个做家务, 这个家务活这个词, 这个首先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慢慢来, housework, housework, 注意家务活是一个不可署名词, 如果用这个词的话, 它一定是不可署的, 它跟另外一个词家庭作业, 咱们做个辩析, 这个叫再来一遍, homework, homework, 这是给学生留的家庭作业, 我们老师也说过家庭作业这个词, 也一定是不可署的, 不可署的, 但是家务活还有另外一个表达, 这个短语就可署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household chore, household chore, 这个chore这个词叫杂活或者是灵活, 这个可用复述chores是可以的, 但housework是不可署的, 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作家务活在本文中告诉我们了, 动词用什么呢, 用do, do housework, 或者加定词的do the housework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I spent all morning doing the housework, 或者doing the household chores, 注意用复述, 这是可署的, 家不家的都对, 作家务叫do housework, do the housework, do household chores, do the household chores, 都行, 这作为常识, 咱们可以把它记住, 另外这个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 也是咱们讲过, 第六课讲过, 这固定搭配, 花时间做模式, 那可以用它, 那么这个家务活里面考试常考的呢, 是有两种常见的家务, 第一个就是洗碗, 常见的家务, 吃完饭得洗碗, 洗碗, 我们在英语中有这么多常见表达, 先读一下第一个, do the dishes, do the dishes, 注意不是做碟子, 而是洗碗, 或者直接这么说也行, wash the dishes, wash the dishes, 当然英国人都wash, 美国人就wash, 口型大一些, wash the dishes, 叫做洗碗, 还有一个搭配意思一样, 就do the washing up, do the washing up, 也是洗语, 也是洗碗的意思, 再来一遍, do the washing up, 洗语不能拆开翻译, 不能翻译成, 我洗澡直洗上身, 那下身就臭了, 跟上下没关系, 这是洗碗的意思, 这个我们大家, 你像这个上面两个, do the dishes, wash the dishes, 我们在口语中, 如果是你的话, 你喜欢说哪个, 口语中喜欢说哪个, 肯定喜欢说do the dishes, in wash, 口还得动两下, do the dishes, do一个单音节就好了, 那wash还有个辅音在后面, 费劲, 确实口语中, 确实比较常见, do the dishes, 我们看, 一道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体会一下, 这个题应该选哪一个, 好, 咱们仔细听一遍, 6,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Thousands of times,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嗯, 咱们看看究竟是选哪一个,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选哪一个, 6,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Thousands of times,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咱看ABCD选哪一个, 好了, 正确答案答案是, 第一选项, He has asked his brother to wash the dishes many times, 他让他的兄弟洗的碟子, 都说了很多次了, 选D, 这用的是wash the dishes, 就是去洗碟子, 用的是他, 但在对话原文中, 为了避免重复, 他换了do the dishes, 他如果选项中用do the dishes的话, 这个选项就更明显了, 所以他做了一个替换, 咱们看原文, 6,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Thousands of times,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第二个女的说, Have you asked your brother to do the dishes? 我说, 你是不是让你兄弟去洗碗了, 怎么洗呢? 第二个女的说, Hi, Thousands of times, 说了好几千遍了多, 这当然是这种夸张了, 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表示, 他是他兄弟洗碟子说了很多次了, 你看对话中用的是do the dishes, 听力里面用的是, 这个原文用的是wash dishes, 意思一样, 是洗碟子洗碗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常见家务, 咱们也用的多, 叫做洗衣服, 这常见的家务活了, 洗衣服, 洗衣服注意, 咱们有两个表达, 一个叫do the laundry, 一个叫do the washing, 都行, 都是洗衣服, 这个laundry叫做脏衣服, 但注意laundry这个词, 一定是不可数的, 一定是不可数的, 我们大声那边, do the laundry, do the laundry, I help mother, do the laundry, 我帮妈妈洗衣服, 也可以用这个结构, do the washing, do the washing, 这个也行, 注意区分, do the washing up, 是洗碗, do the washing, 是洗衣服, 不要搞混了, 洗语怎么记呢? 大声读出来, 读完英语, 说中文, 读完英语, 说中文, 就背来了, do the washing up, 洗碗, do the washing up, 洗碗, do the washing up, 洗碗,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看似很无聊的大声重复, 其实你在做一个重要的事, 把这个中文意思跟英语搭配, 在大脑里建立桥梁, 在建立桥梁, 在大脑里边慢慢神经轴吐就连在一块了, 就是说洗衣服, 马上do the washing, do the washing, 洗衣服, 马上就蹦出来了, 所以这个平时把它多记一记, 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大声读出来, 好, 再看过了几个做家务活的方式, 什么洗衣服, 什么洗碗之后, 咱们再回到这句话里面来, 看看为什么这个女的, 她那天太兴奋, 不能干家务活呢, 后面一个原因状欲从据, 付了引导的, for any evening, she would be going to a fancy dress party with her husband, 因为在那天晚上, 她跟她老公要参加一个化妆晚会去, 这个时态注意, would be going to, 这用了一个将来, 这个过去将来进行式, 过去, would将来, 过去将来, 还要进行would be doing, 过去将来进行时, 跟这个普通的将来进行时, will be doing, 类似, 只不过它的这个起点是过去罢了, 这个将来进行时, 我们在第四课说过, 就是will be doing, 一般表达什么呢, 一般表达一种可预见性, 可预知性, 就是我知道这个事, 按照计划几乎一定会发生, 只不过本文中, 其实点在过去, 在当初那天上午, 她知道那天晚上, 咱们一定会举行, 这广东晚会大家都约好了, 约好场地了, 晚上我们开着车一块去参加, 几乎一定会发生, 咱们记得在第四课, 讲过普通的将来进行时, 就是will be doing, 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表示一种可预见性, 这事几乎一定会发生, 比如说咱们看26页的第14行, 26页的第14行, 他说, he will soon be working in an office, 他很快就会在办公室工作了, 很快的, 在这里面也是跟工厂都谈好了, 下星期拿着包去上班去了, 这是将来进行时, 还有在第四课里面, he will be earning only half as much as he used to, 他挣的钱将会是以前挣的钱的一半那么多, he will be earning, 他并不是将来正在挣这个钱, 而这表示这个挣钱多少, 早就知道了, 跟工厂谈好了呗, 到了时候去领工资了, 这种可预知性, 本文中只不过这个其实点在过去, 那就把will be doing, 把will有可能误着就好了, 也是一种可预见性,